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16日 现在中共的官场啊 内斗非常激烈 主要是两个大的派系 一个是习家军啊 一个是这个共青团派 现在这一两天就非常热闹啊 双方都把这个反腐败啊 抓贪官 作为一个有力的回击对方的武器啊 我们知道呢 这个前几天呢 是这个安徽省啊 也在这个 也就是在13号啊 两分钟内 说是抓了六名这个厅级的贪官啊 我曾经给大家这个讲过啊 也就是呢 安徽省这个纪委监察委啊 抓的六个贪官分别是 安徽省科技厅原党组成员的 副厅长朱建基 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原书记院长 叫管早林 一个是贵州同仁市委书记常委啊 叫玉平县委书记王俊明 王俊明很值得研究啊 王俊明曾经担任过同仁市的领导干嘛 而他在任那个期间 同仁市的市委如记是谁的 就是刘启帅啊 说刘启帅 以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可能有些人已经印象淡薄了 因为这个刘启帅呢 他当过这个陈敏尔的大秘啊 那对陈敏尔是忠心耿耿的 都属于栗战书陈敏尔这个现实 再往前推就是习近平啊 这刘启帅84年的时候到88年4年 在厦门大学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读书的期间啊 很可能那个时候就和义尊就认识上了 义尊当时是厦门市副市长 据说在那个地方干的不是太好啊 就每天是这个有一点工作也不伤心的 总是这个出去拉关系啊 这个吃吃喝喝等等 所以说群众非常有意见 选市长的时候插入选举 结果插下来了 这一生气托他老爸啊 然后就到了宁德去当领导干嘛儿了 所以患难兼真情啊 也就是这个刘启帆那个时候 和习近平这个关系肯定够铁了啊 就刘启帆这个1967年升任啊 这个94年加入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是研究生学历啊 管理学的硕士 经济师还是律师 你想这么多头衔 基于神那就了不得了 这个人现在恰恰这个担任了这个内蒙古啊 自治区的纪委书记啊 你想他一看这个工兴团派 这个如此大的动作啊 这一天抓了四个贵族的干部啊 个个啊 这个都是他的原先的这个心肝宝贝啊 你想这些官员每一个可以这样讲了 看看他们的个人简历都了不得啊 除了这个王俊明啊 明显的是这个这个刘启帆在同仁市担任市委书记的弟子之外 还有这个贵州安心区管委会副主任 叫邓波啊 还有这个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程勇 此外还有一个人贵州啊 申拱县党委书记啊 县委书记啊 杨维你看这些大批 为什么挖这些人 挖这些人目的啊 就是发现的线索啊 他们就想顺着这些人提供的这个腐败的证据 想给这个刘启帆也整下来 他的目的在这里 所以刘启帆今天一直很生气啊 毫不掩饰的挥击啊 大家可以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啊 这是我今天重点要说的 人民日报为了平衡这种关系啊 在一个版面上啊 把这三个战斗 三场战斗全部罗列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我给放大一点 这标题啊 人民日报你看看 这标题既有安徽的 刚才讲到了 又有贵州的 又有一个什么呢 内蒙的 内蒙这个今天 我给大家再放大一点啊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马明被算开 这是最新的战斗啊 上两个战斗我都讲过了 今天再讲讲这个战斗啊 你想刘启帆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军委书记啊 他哪能咽下这口气啊 后台怎么应 我的后台是 这个 就是一尊 一尊的这个最信任的这个陈明儿 陈明儿原本在贵州那是搞的是一塌糊涂啊 你想这个独山县 就四百亿啊 打探富安捷 紧紧抓那个攀直立啊 判了那么十年八年 不了了之 你想这个四百亿 一个县城带这么多的钱 搞那么多的项目 拉拢了多少这个官员呢 把这四百亿搞这个城市建设这些 这些经费啊 给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 好多公司 我仔细查阅了一下啊 大部分都是浙江的江苏的福建的这个等等啊 肯定都是那些这个全城全钱911这个官生勾结的大公司 结果最后只只只只抓了这个替罪羊啊 就是县委书记潘直立啊 潘直立你想才能探多少 这六百亿 你啊 四百亿啊 你想这个大蛋糕 让这些贪官这个挠一口 那个咬一块 个个都挠满畅废的 要怎么钱都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腐败案子 那自然而然这个 这一次这么一抓贵族的官员 尤其是这个刘启帆手下这个 今天这个报道啊 那肯定他很生气 生气怎么办 继续抓 就把内蒙古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马明应声落马呀 厉害 毫不掩饰的内斗 我今天你看 又抓一个啊 内蒙古啊 抓了贪官是特别多啊 近期 几乎全部抓光了 包括这个史文清 史文清那都是不和的大名言 你想啊 这是这个乌兰府的嫡系啊 整个内蒙古可以这样讲吗 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他是开国就功勋了啊 这个和这个 这个习仲勋关系都不错啊 但是现在又为了内斗啊 其他都不顾了啊 要抓了一大批这个地方官啊 那么这是最新的一例啊 就11月16号报道 日前 尽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监察委 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马明 严重违法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 这讲都灌灭堂皇啊 请中共中央批准谁批准 那不就是习近平批准 对不对 刘七发上报 然后习近平肯定给面子 老朋友了啊 坚决支持你在那个地方 挖这个胡春华的这个 这个地狗啊 因为胡春华在那个地方 干的时间很长啊 在培养了一批底细 很多人拥护他啊 因为胡春华本身 他这个在两次进西藏啊 他具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 这个了不得啊 那习近平肯定比较戒备啊 不要看派他一会儿到这 一会儿到那啊 好像挺欣赏他的 他不会把他扶到重要位置上 最多能下一次当个国务院总理 如果中共不垮台的话 如果垮台的这些人也就完了 成鸟受散了 所以说 这次他们中共灭亡前的最后一场的内斗啊 非常激烈啊 你看官方怎么讲呢 说是清查马民背弃出行使命 丧失法治底线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 收受巨额离刑 这些东西不用念了 都一样 所有抓这些 你看抓这安徽的 李克强老家的啊 老曹这些官员也是这一套 抓贵州的也是这一套 也就是说共情团队抓他 也是这一套 西家军抓共情团队 也是这一套说法 所以说都一样啊 这主要是什么呢 制度的问题啊 这种政治制度权力高度集中 你不能在哪个地方 谁不谈呢 有几个不谈呢 对不对 就包括这刘启帆 他现在是内蒙古这个 纪委书记啊 抓别人抓的是一包金 但不要忘了 老曹现在已经叫别人敲开了 同龄说 同仁了 同仁这个地方 贪官也开始刷了 抓这个贵州这一天 落马这么四五个 那都是在找线索 如果找到线索 那就要上报一尊了啊 这个联系到这个刘启帆 你也贪怎么办 那一尊就得平衡了 怎么办 手下留情啊 别人的这个派系的腐败 叫坚决惩处 自己的派系的 一定要的 要手下留情啊 这都是这样啊 但是不耽误这个中共 这个冠冕堂皇 你看 对马民这个处理当中 怎么讲的呢 说是呢 这个在党的十八大字后 不收联 不收口 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力 应与严肃处理 实际上不是不收手 一直都是在干这个腐败问题 所有都是这样 只不过什么呢 对内斗不收手 所以共青团队啊 可能是在这次这个汉华教育 这个这场这个风波当中表现不好啊 没有和一尊站在一起 说不定经常在私下讲这个胡春华的好话啊 或者以前胡春华在的时候跑前跑后的啊 跟随非常紧啊 让这刘启凡这人上报了 一尊一听 肯定打弄啊 怎能了得 这样人怎么能容忍啊 一旦社会发生裂变 就马上就变成带路党了 肯定就奋力拿下了 所以说你可以推想啊 这个叫马明了 这个根据这个中纪委这个表述这个词句啊 收受巨额离击 那肯定是将来一盼也得无期徒刑啊 估计啊 总而都要过千万 那么刚才讲到了安徽这些党官的 还有这个贵州党官 那么这些人 这个将来查处的话 法庭 法庭审判的时候啊 都一样的情节 一样的故事 一样的锦额 类似的锦额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党执政这个体制黑暗 只不过是他们通过内陆这个方式啊 反腐败这个方式 其实倒民啊 这忽悠老百姓 老百姓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派系的 对不对 只有你们心里明白 所以说就搞这套东西啊 今天抓这一把 批 明天抓那些批 就像一场战斗一样啊 这个踢那一脚 那个打他一拳呢 那到底虽胜利 很难讲啊 但是你可以看 马明这次内蒙古的副主席落马 那说明这个刘启帆打弄啊 刘启帆对这个贵州这个 就官场这个裂边 非常有意见啊 这表明什么 他也不是这么清官 他抓别的 说明他比别人还贪啊 对不对 只不过是什么 他手里有权呢 那至于说这几排将来 是录死随手啊 那就很难说了 这也可能是下一个节目啊 就来谈论的一个题目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